爸媽如果要孕育健康的下一代 他們能怎麼做 英國率全球之先是公費 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新生兒的死亡裡面 其中有先天異常死亡 又是精英引起的 大概占了20% 在懷疑全就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問題 阿若沒有這個問題 大概剩下健康小孩的機率非常非常大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son 最近我看到一篇報導提到 英國率全球之先 進行新生兒的全基因篩檢計劃 目的是要為了儘快排除 罕見疾病的診斷跟治療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 來到了高雄榮總醫院 邀請到婦女醫學部崔冠豪部長 在人工生殖這一塊非常努力 而且榮獲了113年的醫療貢獻獎 歡迎崔部長 大家好 我是高雄榮總醫院的 婦女醫學部的部長崔冠豪醫師 醫師想請教你 國外那麼重視基因篩檢計劃 那在台灣呢 爸媽如果要孕育健康的下一代 他們能怎麼做 英國率全球之先是公費 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精神兒的死亡裡面 其中有現階異常死亡又是基因引起的 大概佔了20% 其他是早才引起的 醫師想請教你 根據訓練基因有一份台灣人口代音研究報告 他提到說 遺傳性聽障 GJB2代音率蠻高的 有遇過類似的個案嗎 你怎麼幫他排除的 其實我就有三個個案 他就是大寶有聽障的問題 但是到了學習開始有點障礙才發現 後來一查下去 原來夫妻都帶GJB2 什麼叫GJB2呢 他是一個單基因的隱性遺傳 也就是說如果他只有 爸媽其中一人帶的話 他是沒症狀 所以不會有感覺的 會有症狀是主要是因為 我們來設計是一套嘛 就是兩條的 那兩條都壞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隱藏的症狀 通常你剛生下來你也不知道 到了一部陣子發現 你好像他都學習上有一些困難嘛 因為聽不到 那才發現 已經有三對夫妻是這樣 當然不只只有GJB2 這種單基因遺傳疾病 那在我們中心製造診断 跟治療10個以上 哇 部長想請教你 以人工生殖的角度來看 這個代益篩檢重要嗎 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剛剛英國的計畫 它是叫新生活篩檢 這已經生下來了 我們基本上可以把這個 期程拉在孕前診斷 在懷孕前就知道 自己有沒有這個問題 阿肉沒有這個問題 大概剩下健康小孩的 基率非常非常大了 那最理想當然是在孕前診斷 是最棒的 懷孕前我就知道也沒有問題 那我通常還是在做試管的時候 把這個探針做好 就是爸媽帶的基因探針做好 我們把排除帶這個基因的胚胎植入 這叫PGD 那我們就植入健康的胚胎 成功的把它避免掉 不健康的基因在傳給下一代 甚至造成他臨床上的一些症狀 像現在的單基因遺傳疾病 那麼多種 父母難道每一項都要篩檢嗎 如果要檢測 要檢測哪幾種才足夠呢 當然就是發生率的關係嘛 就像GJB2為什麼要篩檢 國人大概五分之一吧 接近20%代因 這機率相當的高 就要篩檢嘛 那因為單基因遺傳疾病 有1萬多種 你如果全部篩檢的話 那個是天價 所以我們最常見 大概就300種到700種 你就篩檢比較常見的 這種300、500種就可以了 醫師也想請教你 很多人都說高齡產婦 生出來的寶寶可能會有問題 那高齡產婦跟遺傳疾病 有症相關的關係嗎 大概只有唐氏症 它是會因為高齡 藍色體異常機率增加 是比較明顯 那其他藍色體疾病 帶因它是與生俱來的 跟年齡無關 是跟你自己家族的遺傳 比較有關係 所以並不因為高齡 它帶因就特別多 不適合 這個議題上 人是均等的 今天非常榮幸來到高雄榮總醫院 找崔光豪部長 跟我們分享 有關於帶因篩檢的重要性 俊豪跟科強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會不會有關於明星期的 通關於高雄三聖地 我們會有密封 是 要求一個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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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